她偶然發現那個 女生的身分就是黃色的 所以她是男的 怎麼 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離奇的故事 就是 而且這是已經交往了 這已經很久了 她都有那個這個 簡不能講而已 有在一起了 有在一起了 都已經那個過了 有在一起 沒發現 有 她還說了 就難怪怪怪的 難怪她在那個的時候發現她 然後她紅紅這邊有刀 這一點是我 不太介紹別人 就是我幫你介紹一個 男朋友 我幫你介紹一個女朋友 我不會這樣子 不特別 為什麼 然後我有一個高中同學 太刺激了 我也是一群人去唱歌 然後她認識了以後就跟 這個女生呢 我是認識有一陣子 但 不管什麼方面 基於我對她是沒有什麼興趣的 對 對 不然我通常是 前面都是最愛 對嘛 然後後來 後來呢 你知道嗎 他們就在一起了 那我也很樂觀起承 後來有一天 她就救我們 單個男生喔 去唱歌 唱一唱 唱一唱 她就哭了 我問她什麼事 她都不講 後來就 三杯下肚 然後比較暈的時候 她就講說 你知道嗎 那個女生 她偶然發現 她的身分證是黃的 什麼意思 你們那個年紀 妳知道身分證有分顏色嗎 不知道 妳不知道 妳買 對 妳不知道 不知道 我們要去看人家的 為什麼要分顏色 男生是黃色 女生是粉紅色 真的喔 對啊 以前那個年代 妳賣 好 喔 沒有 我真的不知道 真的假的 現在這也是 現在身分證一樣 對 我覺得重點是 她說 她偶然發現 那個女生的身分證是黃色的 對 她是男的 是男生 怎麼 怎麼可能 這是什麼離奇的故事 就是 而且這是已經交往了 這已經很久了 她都有那個這個 全不能講而已 他們有在一起了 有在一起了 都已經那個過了 有在一起 沒發現 有 她還說了 就難怪怪怪的 難怪她那個的時候發現她 然後 然後紅紅這邊有刀 她說是小時候 那個車禍 車禍跌倒 那個腳踏車插進去的 結果 我說那個預測她就是 天啊 那很警惕霹靂 她就哭了哭哭了 害我都覺得很不好意思 妳知道嗎 這樣到底還要不要繼續愛 後來他們就沒有在一起了 妳是怎麼在一起妳說 告訴我 如果你真的有愛 就不在乎了 對不對 都已經愛到沒有了 我覺得以我們那個年代 滿在乎的 那個年代很少吧 很少啊 所以她會嚇到 她應該是會多少 會有點嚇到 還有後續 還有後續 後續她報復 然後講開了 她報復我 她報復你 她講說我為什麼介紹這個給她 她帶我去那個年代 很有名的一個叫什麼 相較新樂園的 聽過嗎 沒有 現在年代很有名的 就是全部都是男生 全部都是男生裝成女生 男生裝成女生 然後陪妳喝 那妳都不知道 那妳都不知道 那我那天她找我去 我也帶了一個 演藝圈的 人 男生嘛 我就不好意思講 我就去了 結果呢 我當天就覺得怪怪 她是故意的 喝不太起來 後來我帶去的那個 演藝圈的是哥哥 他喝喝喝喝喝 她說我們這邊 當我發現這裡是生樂器人員 我就小聲說傳過去說 嗯 因為那個哥哥在跟一個女生聊天 聊得很開心 都坐到大腿上說 那是男的 傳過去那是男的 你知道嗎 還沒傳到那邊 因為像摸自行 還沒傳到那邊 傳回來了 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傳回去那是男的 一傳到他就不要理他 不要理他 傳回來 那床算了 也不會發生什麼事 就會開始喝 人不一樣 那個男生不見了 那旁邊的女生也不見了 那個靠腰開 到廁所裡敲門 然後那個 那女生就先出來 然後那個 演藝圈的哥哥就說 衝什麼 我說妳哪裡來的 妳怎麼有衝什麼 我說多一點女生 她說蛤 我說多一點女生 她說 嗯 天啊 我說那時候很懂妳不知道 嗯 突然想到有一個 對 我害人了 妳害人 因為我一個朋友 我一個女生的朋友 她跟她交往 她男朋友交往很久 然後說 她好像有預計 想要跟我求婚 可是我不知道 到底這個男人 可不可以託付終身 是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 我跟你說 我常常看什麼 日本的牛郎 他說有一個妙招 要測試這個男人好不好 你就直接 在他的車上 比如說 翻倒一個飲料這樣 對 珍珠奶茶什麼 翻倒 看他會不會抓狂 或者是 他會不會很有耐心的說 沒關係沒關係什麼這樣 這樣測試他 我說 妳就這樣試試看 這個真的很多男人 應該是大忌 對 大忌對不對 然後結果那個朋友照做 他說 珍珠奶茶 還有糖的 剛剛壓下去 然後就 本手了 對啊 對啊 怎麼會不會 他們每個人是點滴啊 車很多是男人 很重要的東西 就很像 我以前 我以前的車上不能吃東西 吃東西 以前的車上 有女兒以後隨便 對 真的 拉起東西 多傷都沒關係 隨便